他们的行为模式完全不一样 我们大概差不多三到四年就会差一个时代 差别也非常大 国立成功大学资讯工程系的苏文玉教授 带来精彩的演讲 台下的民众也听得认真 透过自身的例子 分享如何从社区 企业 以及大家的心态等部分着手 成功的在片乡推动城市设计的相关课程 并且让孩子爱上自己的家乡 我自己在这几年做片乡教育的时候的一个感触 就是说平常教育不是只有从教学着手 要从社区 从大家的心态 从社会 从企业 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做 然后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 可以喜爱他的家乡 可以爱他的家 这样子我们在教科技的人 不会说我们教了孩子很多科技的技术 然后去让他丧失了他对人的温暖 连续五年举办的星云教育奖 在去年开始扩大办理星云教育论坛 今年更是进行全台巡回 最后一站就来到台中教育大学 现场不仅邀请历届星云教育奖的典范教师 第一线的各级学校教师也来一同共襄胜举 星云大师关心教育 所以五年前办了星云教育奖 然后从去年开始又扩大把这个星云教育论坛办起来 今年在北中南东那么分四区来举办 主题是教育的省私一定位 主办大会表示 这一次以教育的省私定位为主题 分别讲述科技化下的教育定位与内涵 手指化中的家庭教育问题 以及多元教育的冲击和因应 希望透过教育论坛 让教育工作者彼此互相交流 激荡出新思维 介绍专专台中采访报导